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满珍,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 第一届台南摇滚春天演唱会在大台南会展中心展开 多组人气歌手轮番热唱,还番现场 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到场与民众同乐 二二八年下则后一天,首届摇滚春天演唱会热闹登场 由饶蛇教父大银大头正带来台南四百年的主题歌 这次的卡司阵容非常豪华 有AKB48官方海外姐妹团体AKB48 TeamPP带来精彩的唱跳表演 另外还有从选秀节目出道的青春男团原少年 除了有偶像团体,更有实力派的金曲乐团明先生 还有时下超夯的乐团告舞人诚意十足带来一连串的经典歌曲 引起全场大合唱 我会披行大悦的想你 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 远方烟火越乐越稀释 明示前方身后的距离 压转登场的是超人气男团舞尖琴 让演唱会的气氛嗨到最高点 台南市长黄卫哲也特别上台与歌手楼俊朔和歌迷们做互动 楼俊朔为什么要特别介绍他 他是我们去年第一场演唱会的第一组演唱者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一定要找他来 而且因为我们去年耶诞跨年活动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讲说 今年一定要再找吴奸琴 所以我果然找过来了 对不对 对 说到做到 谢谢谢谢 演唱会的举办地点就在大台南会展中心 兼具展览会议等多功能场域 是否未来会争取更多的活动来到台南 为台南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 记者台南综合报道 网络的发达让资讯传播的方式更加多元 高雄市前镇区新邦里里长薛文龙与里内志工发挥创意 这支影片分享里内大小事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影片中高雄市前镇区新邦里长薛文龙不运不火 面对镜头丝毫不畏惧 以生动亲切的方式来介绍新邦里的点滴事物 他虽然是小小的 可是小的很美 小而美 这是我们县邦里美学 美学社区 美学里 就是把我们里来最美的 最健康的 还是最有你们准备的 介绍我们这个前镇区 和这个里长朋友 还是我们隔壁里给了解 县邦里真的 可以去的地方非常赞 薛文龙在影片中 极力推荐里内的新邦公园 并表示 公园在志工伙伴的用心整理下 非常适合亲子家庭 来这里休息玩耍 而也是因为这群里内志工好伙伴 用心学习社区媒体试读课程后 来加以应用 介绍新邦里内大小事 也渐渐分享了里长薛文龙的社区服务 我们有请 指导老师 给我们指导一下 所以我们就自己来了 我们是动作 也是在玩的感觉 所以没压力 这6号是我们的总监司 或是摸个里面就放我们录 我就自己演 自己讲 自己介绍 纯粹就是讲的都是事实的事情 这样子 不是我一个人 然后每个志工或是志工老师 他们都有一段一段 他们自己的解说 地方的一些精彩的事物 真的很棒 薛文龙提到 新邦社区志工伙伴 除了拍摄里内发展的点滴 也分别志愿担任里内代言人 希望以剪辑后制影片的呈现 让更多民众 发现新邦社区的繁荣发展 也期待跨区交流 让社区多了互动 也认识更多新朋友 就是我们有些导览员 是我们自己来 我们的志工自己培养出来 让每个里 来参观我们的县榜里 县榜社区 每一段 有我们的导览人员 都希望自己的人 让自己掩埋客风去解说 我是说 跟我的里面 可以团结在一起 跟里的好 介绍每个区 每个区 不是 譬如说 前厅厅区 或是 公山那边 或是 那个厚厚区 让他们来参与 让他们帮你 一些惊喜 透过网路影片 这样的呈现方式 羞龙龙表达对里面的感激之意 并表示 将会持续制作更多精彩画面 不枉费里面 营养午餐的意愿 林美宴 梅河康黄金慈善爱心会 与台南市妇女联合会 特别邀请南区期间 国小弱势儿童 到农场体验采草莓 农历春节到4月 是草莓盛产的季节 长期提供弱势学童 营养午餐的意愿林美宴 因为听到小朋友的心声 想要吃草莓 不过家长却没时间 带小朋友去采 因此梅河康黄金慈善爱心会 与台南市妇女联合会 特地邀请南区 七间国小的弱势学童 到永成路新农场 实际体验采草莓 今天天气很好 我们带了小朋友来到草莓园 这个地方 就是南区永成路上面 难得的地方 有这么草莓园 这么的就是 它是有机的草莓 我们为什么带小朋友 今天来到这边 就是说 就是校外的教学 就是让亲自去体验田野的生活 我想 榮户的耕种 还有果榮的辛苦 我们必须要实际上 带小朋友来 带地线的时候 感受得到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 我们的业者 今天愿意提供 这个场地 包括采收的过程中 让小朋友实际去体验 采完以后 还会把他们自己 所采的草莓带回家 我想这个地方 也让我们知道说 你采草莓 也不必一定要到 就别的县市去 那南区也好 有光光果园 就是在永成路上面 开心 那以前有采过吗 没有 那你知道这边 有一个草莓园吗 不知道 不知道 今天来的就知道 你家里很近 是不是你家里很近 对 就在旁边而已 期间国小 大约70位小朋友 在农场主人 介绍如何采草莓后 每位拿着篮子 与剪刀 进入果园 看到又大又红的草莓 每位小朋友 就急着采收 很快就减满一小盒 因为园区内 草莓有分平地与高价 厂长表示 因为栽种的方式不同 照顾的品质也不同 草莓有分一 一二三四齐花 第二齐花是最大量最漂亮 果最大的时候 所以刚好若在农历年 自228这个时候 它的那个产量跟那个 果是最好吃的时候 高价的那个病虫害比较少 啊 我们人员管理 做起来也比较轻松一点 啊 地上比较干净 不会杂草重生 啊 地上的礦物质是比较多 可是相对的 它的好菌 坏菌都有在 啊 所以管理起来 就比较费心 啊 先 以我们现在人的那个 就是 蹲着工作 比较累啦 啊 所以做高价的 哈 那个做起来也比较轻松一点 啊 草莓长出来也不容易 碰到水 苦难的情形就比较少 这群小朋友在学校老师的带领 大多数都是第一次来采草莓 在市府农业局 与观光旅游局的协助 现场主办单位不但准备丰盛的田园午餐 另外还有有奖增达 不仅让小朋友体验趣味的户外教学 还可以让小朋友带草莓 回家与家人一同分享 记者林跟台南报导 史下港都的年轻人 兴起一股追飓风 但追的可不是一般的电视剧 而是一本本可以参与演出 改变剧本乱入的剧 到底它的好玩的地方在哪 就让我们带您一探究竟 什么 这是哪一个版本的三国志 简直是来乱的 没错 我们就是喜欢乱入剧情 这还不够 只要是剧本 不管是古风 情感 搞笑还是现代 统统给我们来乱露一套 原来这是时下年轻人流行的剧本纱 不同于cosplay注重的外形还原 现代年轻人更喜欢的是 有剧本 有台词 不但要有自我想法齐心演出 更还要和大家一起 共同演出一套套集体创作的剧中剧 剧本纱就是结合故事角色 然后去cosplay扮好那个角色 体验自己的第二人生 我们这样换装跟cosplay是有不一样的 cosplay就是只有换装而已 那么剧本纱它除了换装以外 还会有自己的剧本这样子 然后还会有更多的故事 借由角色演出不但让大家玩得尽兴 更可以借深入剧情解放平常压抑的一面 释放上班工作时累积的压力情绪 在此同时玩家间研究台词的心得 也是了解彼此喜好个性的时刻 兼具达到社交的效果 很喜欢就是在推理找凶手的一个过程 然后再来就是每本剧本都是 每个角色他自己不同的人生 然后可以体验那个角色 然后带入自己的感情到那个角色本身中 玩这个游戏也可以认识很多人 可以增加自己的社交能力 也比较不会紧张 敢跟陌生人讲话的感觉是蛮好的 不管你是喜欢一板一眼的古风剧情 还是无厘头的搞笑乱路 这群小编入魂的年轻人 欢迎大家一起加入编剧的行列 暂时摆脱现实的梦魇 卖力演出吧 记者张世民 高雄报道 台南普及店有一张用加东入食了技法 制作的猛龙顶下桌 历史超过70年 今日因神桌故于老旧 苗房特别邀请荣获俯城工艺长的 刘静雯进行修复 绘制的图稿也将于成果展中展出 画面上这雕龙又刻画的木桌 是历史超过70年 在台南普及店的莽龙丁也得 除了是年代九元以外 也是因为采用了相当罕见的 加东入石榴工法所制作而成 因为早先这张桌子有损伤 庙方特别围请俯城工艺长 木雕大师刘静雯来修复 也因为加东入石榴的工法相当少见 刘静雯也特别拓印了原尺寸的图纸留下记录 当初它损坏的部分 其实在原始图稿都看得到 现在你在右边那个图稿 因为我在做就是这样 其实我在修复之前 还没修复之前 把它全部的图稿画起来 可以参考 它目前这一座比较严重的部分 就是它第一个就是它的骨架 已经松动的松动的很严重 然后第二个它掉落的部分 它掉落的部分就是 它这个部分 还有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它有一个比较黑色的部分 都是重新在修复的 因为加东入石榴的地位 以及工艺性不同于一般 庙方与中西区工所18日 特别在普济店举办记者会 向大家报告他们的修复成果 加东入石榴 在台南的地位 跟它的工艺性是非常重要 不过就是很多 就是把它放飞掉 我觉得会比较可笑 所以我十几年前 在做这些修复的工作 因为我本身是木雕创作者 不过我发觉到 这个这样不行 一定要有关政府机关也好 还是工部门还是民间 我们要趕快来保护这些作品 今天我们的传承会断层 所以说一直说有机会 就把我们家的传统艺术 带来我们的厚北材料 像今天去看来 我们这个保护这个顶的桌子 这些水平 这个传统工艺这样还手 不用去保存 是我们的共同努力 也因为刘静雯有习惯 将每一件修复的作品 用米纸拓印留存 因为不但可以为传统技法做记录 未来若是有其他的部位损伤 也可以有修复成原貌的依据 记者张受为台南报导 高雄有一位蜘蛛人校长 他总是穿着蜘蛛人服装 参加铁人三项和马拉松比赛 还将参赛故事制作成阅历 其实本来是开玩笑的 没想到阅历却大受好评 被大家索取一空 穿着蜘蛛人装的校长 你看过吗 男子区翠平国中小的鞋杠校长 黄锦良 多年来勇于挑战铁人三项和马拉松 至今已经参加超过100场的比赛 从12年前开始参加铁人三项到现在 就是刚好大概满12年 那总共是参加了 有完赛的就是30场 那这30场我觉得每逢10嘛 就是一个纪念 所以我就在去年底啦 在去年底我就从这30场的铁人三项里面 就去选出 竟选出12张 我自认为非常帅的照片 然后就是跟大家分享 校长选择12张自认为最帅气的照片 一个月放一张制成阅历 万万没想到这个客制化阅历 直接被众人索取一空 其实本来只是开开玩笑而已啦 没想到呢 非常多人索取 我妈妈 我的阿布就第一个跟我索取了 校长桌上摆放着各式的餐材证明 最特别的一次就是阅历中12月的照片 那场铁人赛 总长度高达226公里 这个他最长的他限时17个小时 我16个小时完成 至于为什么选择蜘蛛人服装 作为他出任务时的标配 校长笑着表示 自己很喜欢蜘蛛人所说的一句话 我们的好邻居嘛 要打击犯罪 而且我很喜欢他的一句话 就是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所以呢我就大概五六年前 就去上网买了这个蜘蛛人的衣服 蜘蛛人抓获得不少人的目光 就连学校的学生 也纷纷成了蜘蛛人校长的忠实粉丝 玻璃殿下压着一张学生鞋的字条 表示希望在学校升旗的时候 校长可以穿着蜘蛛人服装 那后来呢 我就实现了他的愿望 所以在去年 这个学校校庆的时候 不仅实现这个学生的愿望 我也实现全部所有学生的愿望 跟家长的愿望 我就在校庆的时候 就穿着这样子的蜘蛛人的衣服 就是主持学校的校庆庆祝大会 让所有来宾还有我们的小朋友 就一次就可以看到蜘蛛人校长的出现 蜘蛛人校长的一场场比赛 是为了健康的运动 是放假休闲的乐趣 也是作为一位校长特别的斜杠人生 2023年月历封面 预留伏笔写着铁人篇 想必后续还会有不同版本的月历 可能会出炉 一起拭目以待 记者邱玉婷 庄夕亭高雄采访报道 自行车U-Bike 2.0系统 近日宣布正式启用 台南市交通局表示 预计至年底前将有500站 5000台自行车投入服务 为鼓励民众使用 市府还推出前30分钟免费的好看活动 拥有台南市会的微校单车 U-Bike 2.0 2月23号正式登场 原来6年多的T-Bike 在走入台南公共运输历史 市府交通局在记者会中 局长王明德表示 第一波总共有77站800台自行车 投入服务 除了宣布和其他县市同样的费率 台南市还加码市民卡半价 到今年年底前前30分钟都是免费的好扛 特别市民卡有半价优惠的服务 所以鼓励市民朋友多多来使用 另外是为了鼓励骑程到今年底 以前都是前30分钟 U-Bike 2.0的部分都是免费来骑程 市长花卫哲在交通局长陪同 也骑U-Bike 2.0进场 希望228假期提供民众和游客 享受全新的公共自行车 预计年底前完成500站目标 同时电动辅助自行车 也会在4月提供服务 强调提起来感觉很方便 我觉得而且我看到上面的 这个仪表板那边 就是说刷卡很方便 又加一个太阳能的面板 那个面板可以充电 有太阳的时候充电 有光线的时候充电 那可以维持这个U-Bike的 这个计费啦等等的运作 那是非常方便 强调有简单省力操作 临时停车 还有专用钥匙等专利设计的特色 加上每个月抽5000元购物金等出销 也让台南U-Bike 2.0未眼先轰动 租车的时候按这个 你要靠卡借车还是扫码租车 这个荧幕就会告诉你下一个动作 你照着荧幕的指示下去做 就没有问题了 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 我们的随车锁 如果你是临艇要去邮局 要去喝咖啡 你不想还车 你等一下马上要骑了 我们的临艇 这个锁车呢 是把这个龙头稍微转一下 插上去之后呢 它就锁住了 记者会中许多名代和贵宾 都共同见证台南U-Bike 2.0的启用 也因为用市民卡消费有折扣意外大大提升半卡的询问度 记者 郭文吉台南报道 您相信只要同板价就可以品尝到热卖超过一家值的精致餐点吗 在前进区就有一家中式餐点专卖店 不论是馅料爆多的葱油饼 还是使用高档食材制作的萝卜丝饼 鸡糖等 统统不用一百元 平日的下午 在高雄前进区的这一家中式点心专卖店里 有人熟练快速的制作葱油饼 有人趁热切开包装拿给客人 店员忙进忙出 只有这样才能应付络绎不绝的人潮 大家都是为了这个传承三代 超过一甲子的美味而来 阿公当时 他其实就是从浙江那边然后来台湾这样子 那他是一个非常爱料理的人这样子 然后从小到大都会煮菜给我们吃 那其实当时他就觉得说 那就开一间餐馆这样 也没有想过说会开来七十几年 那就是爸爸跟我都是也是非常喜欢料理的 那也因为这个口味 所以爸爸就把这间店接了下来这样子 然后到现在就是 因为也开了七十几年嘛 那这样的老味道其实 爸爸也觉得一定要继续经营下去 不然收掉的话是非常可惜的 将面皮擀平包入一大勺葱花 要边挤压才能将馅料完整收入面皮当中 再下油锅经过高温洗礼 一张张金黄诱忍的葱油饼让人食指大动 其实葱油饼它的特色就是 其实我觉得食材的原味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从小到大 就是看着阿公跟爸爸这样子做料理 其实我懂原味是最重要的 那其实我们就是用最简单的 就是像我们一斤葱 就是包三颗葱油饼 所以它的量是非常多的 那其实像台式的葱油饼 它比较多的是就是比较扁 然后其实是平平的没有什么葱 但其实我们葱油饼你如果来吃过的话 其实它葱是非常饱满 我们会把葱的水分锁在葱油饼里面这样 那其实我们用在因为饼皮的一些秘方 然后我们再下去油炸之后 它的皮其实是更酥脆的这样子 我今天是来买葱油饼 那我通常也都是买葱油饼 因为他们的葱油饼很有名啦 那他们的葱油饼很香脆 然后里面的葱很多 然后又很多汁 因为我小孩在这附近念书嘛 所以通常只要接小孩的话 如果会饿的话 就会先买个当个下午茶吃这样子 另外不可错过的还有外皮酥松 内馅包入开洋 精华火腿等高档食材馅料的萝卜丝饼 就是这样的美味 让客人愿意一再上门 我们萝卜丝饼就是你从外皮去看 其实一层一层 它非常的就是分明的这样子 那你咬下去的口感是 你会感觉就很像前层酥那样子 因为我们这是一层一层 这样给它包覆 里面有开洋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香菇 那其实这些都是就是比较偏贵的食材 那最重要的是有那个精华火腿 把这些就是风味融合在一起 其实更有那个原本的江浙菜馆的 那个萝卜丝饼的味道这样子 而在万物接掌的年代 您相信这一碗有香菇白菜 并熬煮成乳白色的鸡汤 居然只要铜板价吗 这么佛心的价格 用料却一点也不马虎 其实讲到这个鸡汤 我觉得说其实真的是很用心 因为我们每次都是 每天早上就要熬一整锅的大骨 然后都是我负责熬的 所以我最有感受 那其实你看那汤的颜色就是 你们去看一般的话 我们都是用水去熬嘛 那水的话其实透明的 那你要怎么把它熬成一个 就是它是已经有接近 就是那种很浓郁的颜色 那你都要熬非常久 都是一整天这样 才去给消费者使用 那里面的内容物有 就是有鸡肉 鸡腿肉 然后还有我们的香菇 香菇是特别挑过 比较大大颗这样子 然后还有白菜 然后就是我们这样子去融合之后 然后你们去喝 你就会觉得非常的 就是50块可以喝到这样 我自己都觉得 我在怀疑爸爸没跟我说 我都在想到底有没有赚钱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我们用料 都是非常的就是用心 然后我觉得 其实最简单的东西 做到最好吃才是最重要的 这样我们不会添加 太多的化学东西 我相信消费者去使用的话 一定会有非常有感触 跟外面吃到的 我想必一定是不一样的 记者萧宜萱 蔡宜文 高雄报导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徐满真 祝那个愉快的周末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